SNJ-039 這款是阿諾蘇華森尼加 天血戰士 已戴過以前的款式 七多年 早兩年出了一款伏黑 之後有不同顏色 最近新出的會是這一款 這款是某某 某某connection 不知一個湖水的connection 不過我忘記了 我找的資料也找不到 試試找 但它會做一個藍綠配搭 SNJ-039 這款是Lano Special Edition Tripicolano Lango 不知是否這樣唸 好像是東南亞的一個地方的一個名字 Tripicolango 應該是差不多的名字 但沒理會它是Special Edition 或是Limited Edition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它的樣子好不好看 這一款都想和大家看看的原因 其實我應該是 我一次要拿其他顏色 反正規格一樣 其實差不多的款式是有這麼多款式 是有這些 好像是Street Series 這款顏色好碰 哪款是這款顏色 你是說藍色這款顏色好碰還是甚麼 我一次拿了幾款顏色出來 永遠來說哪款 還有一款黑鋼 現在我現場有的現貨 即是不排除其他一套還有其他顏色 其實這幾款都是大同小異 當然它這款會稍微特別少少 因為跳字顯示是去到下面的 但基本上它所有的規格都大同小異 你看過錶的尺寸都差不多 而且它這款是類似Tunner的款式 這款都像Tunner一樣有外殼 老實說舊款Tunner 即是大吞那些 好像都少買見見見的 有機會都越來越少 我不會知道是否正常停了 但如果還有朋友有興趣玩這類型的款式 即是有外殼的款式 其實你們都可以試試這款 因為這款是不是機械的 Solar 也一樣有Diver 400A 整體整個規格幾有特色 藍色很正 就給藍色看 今次這個電筒定 今晚這個真是定 真功的夜光終於可以發揚光大 終於看到正常夜光 就是這樣 我沒記錯是否有燈 不是很記得 有沒有燈的呢好像沒有 它是有燈的 讓我看看要拆膠紙 因為它是這些鎖霸的 它有Diver 400M 就一定是需要時間去看一看 我們看看它的夜光 剛才那是否都是藍色 好像不是 剛才這隻是綠色的 Hello Cat Chan Cat我沒讀錯 Cat Chan 這隻好像真是藍色夜光 這隻好像真是藍色夜光 再看一次 是不是藍色呢 不是 是在鏡頭裏顯得藍色 但我實物見是綠色的 看看 這隻真的藍色 這隻真的藍色 糟了 難道我剛才那兩隻我真的不會藍 試一次 你藍色會見到它凸了個顏色出來 真的不懂得藍色 其實它沒有特別 只是我的方向不同了 如果我這樣鎖它是向這個 不過我剛才死明地向這邊藍 所以是越藍越近的 現在可以了 豈有此理 這隻是否這樣呢 這隻粒的又不同 都是 不過都是相當緊 已經被我扭到 閉嘴火 有點傻仔 開到啦 真的開到啦 眼燈有甚麼環境呢 噢 要這樣看 眼燈是這樣的 就是按一下這個 扭鬆它之後按一下這個就可以了 好尷尬 最終都很尷尬 搞到我都不想放這條的Paybag在這裏 OK 我先拿回石櫃 搞這麽來 哪哪哪 豈有此理話 我做了個傻仔 大家才那麽多人進來看 真是 哎哎哎 OK 講返少少一些 規格 不要只看著我這個傻仔 它會用了一隻 H-851 很獨特的一隻機心 見到它有限針有挑戰 很明顯在精工裏面 比較少見的一種機心型號 但它都會太陽能力 如果充滿電的話 一樣可以行到大約6個月 6個月的動力儲備 難得糊塗嘛 多謝你 OK 它還有會有計時功能 可以測到一百分之一秒的單位 可以計到一百個小時 還有咦 有鬧靈的 試不試到呢 鬧靈 但我怕我設定會很久 畫面有一個用的 Venezuela 但我已經試了 噢.. 噢噢噢噢...... 噢噢噢…… 噢噢噢這兒 那麼 這樣開了出來 現在是下午6點 8點來說 怎樣跳去下一格呢 好,看看會否響到 不是喔,錶已經46了 我們48,錶現在幾點 47,應該還有幾十秒 我們等一等,看看有甚麼聲音 我都沒有研究過它的鬧鐘 多有趣 這個圈會相對鬆一點 沒有大Amm小Amm那樣緊 鬆一點點 不過轉動起來都容易一點 聽到嗎 這樣好一點 聽到嗎 就這樣鋒鳴音 就跳過10秒才會響 所以不要用來叫醒自己 只是一個提醒用的鬧鐘 OK 那我應該要關閉鬧鐘 怎麼關閉鬧鐘 怎麼關閉的呢 按這個能不能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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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的 不斷的 有裝在 wrapped battery上 怎麼關閉的呢 然後這個鬧鐘 鏡頭對不到focus這樣行不行 咦但我畫面我看就沒有outfo 這麼奇怪 因為我不是看著錶做事 我是看著鏡頭做事 所以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 如果調到零時零分會不會關掉鬧鐘呢 都是在響著的 通常都是要 它應該要在這個位置 背射進去 日期連 這隻錶如果大家有興趣買都說定給你聽 它是沒得直接調時分針的 它的時分針是按著跳字走的 跳字如果搞錯了它就錯了 也是不行的怎麼搞的呢 Battery這個是 如果這裡呢 也是不行 不要緊我明天才搞 關閉鬧鐘的問題 明天去研究一下 但我現在應該都要弄48分 因為其實應該是快了些少 OK 好 這隻錶呢 講回規格 錶帶會用了一個直膠錶帶 它就不是大家傳統認知的整個複色 這隻的粒位是很扁平的 相對沒那麼大塊整個複色的粒特效果 它直徑是47.8mm 厚度是13.8mm 它是50.5mm 那上手呢 其實 又不算很大隻的 我感覺 起碼我的手也能夠遮蓋到 不過當然它的錶真的會大顆一點 這個一定會有影響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過來試一下 對 對 對 好 好